圣经讲,我们看到耶稣的美好地方 就算他不要玛利亚,他也不要公开的羞辱他 他想暗暗的把他羞掉 我们看到玛利亚,这个耶稣的心态 他的数字也是很好的 讲很容易啊,今天我也很难做 我在想,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也很难接受 哪有一个男人能够忍受啊 被人嘲笑戴律帽的一个事情啊 怎么能忍受别人嘲笑说 哎呀,你的老婆没有跟你结婚,你就大肚子啊 你也能够接受 可能他在家里面啊,他承受的压力也是一样的 他妈妈可能骂,死人啊 这世纪是死人了吗? 哪有没有玛利亚可以吗? 难道别的女人不可以选吗? 你一定要非选玛利亚不可吗? 他要面对很多人的嘲笑 要面对很多人的职责 我们看到耶稣这件事情啊 关于耶稣降生在玛利亚的肚子身上啊 有多少人知道? 玛利亚知道啦 耶稣知道啦 还有那个给伯的天使告诉他的三个人 那这个事情只有全世界只有三个人知道 而这三个人 三个人拥有同样的一个秘密 你说容易吗? 不容易的,别人没有没有 天使没有报梦给其他人 天使也没有出现在别人的面前说 玛利亚是清白的 今天他受委屈的 耶稣也是清白的 他也是受委屈的 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们再一次 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兄弟姐妹 信心不是要 信心不是也可以看得到的 今天我可以很大胆的 我常常 常常做的一个事情 今天我可以很大胆的对你说 麦格牧斯把这椅子 然后坐在这椅子 是没有问题的 我绝对不会跌倒的 因为我坐这椅子 我不用太大的信心 相信我坐下去我不会跌倒 因为我眼睛能够看到这椅子是稳的 它是有四只脚的 是吗? 如果今天这个椅子少了一只脚 变成三只脚的椅子 然后我说 欸!你相信吗大家 我坐下去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需要信心了 我们到底我们很多时候 是相信主呢? 还是对主有信心? 我怎么真的是要查考 能够看得见的不是信心 不能够看得见的才是信心 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神的仆人 他曾经这样说过 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要求证据的 这根本不是信心 根本就是虎 gezeg岐 在...... 这不是信心 要求证据的不是信心 我们看到玛利亚和耶稣这两夫妇 一辈子 两公婆 都是很有信心的一个人 虽然他们过的日子跟别人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兄弟妹你要想一想 今天耶稣是你的儿子 你真的过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别人用一样的眼睛看你的 别人在你的背后 是指指点点的生活来的 要过一辈子 兄弟姐妹 是不容易的 然而我要告诉你 这样的人是耶稣找的人 这样的人是耶稣选择 在他们家庭居住 长大成长的人 面对所有人的不理解 面对所有人的不谅解 他们仍然坚持的 相信 背负上帝给他们的使命 把耶稣带打 帮他们的不谅解